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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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看钢斑马 1号 2号 3号 其实三只马都是前置型马匹 中华威威上次泥地走入Q都挺惊喜 不过那次被人抛掉的第二名 这场如果有些前置马 1号 5号应该是正常的补促 美满将来这次转一转手 用蔡明笑排着二档会否追得好些 三只钢斑马 其实都有些速度 Jacky 博这只优达星排到一档 博这些马排到一档可以赚得到形势 始终五班 低班场合 放在前面或是贴栏 怎样都是赚先的 我都是信思加三难 离回来叠前置 明显是一只体弱马来的优达星 其实密跑是不好的 个人脚有个事又流个鼻血 所以都输到来五班了 其实现阶段我猜这马转了性能 中距离不到的 大家看看这一场1400米 你放得这么急 头三段快到58秒22 很快的 所以回来整马都散了 不做得准的 无以为计 你看看面对着那堆老虎很强的 那堆马 回来就输了 如果再看优达星 他贵初懂得在一场1400米上名 那场输给赛德意 赛绩都很好 如果套下来今场六五班 绝对是够用的 以往这一马在谷草1650米 其实都赢过的 那场地性能就一定是对的 最重要一点 今场他不是跑了650 他是缩下来1200的 老马力短了 再跑中距离都是输的 不断球变 我拼有些1400的级数 今场抽到一档 赚赚埋埋埋 这一马还未能推得完 拼他 那天就是初八的赛事 但是有经典一里赛 有些大骑士来客串 当然那天有很多好马出来的 邱达星今次是宿程 排着一档 王浩南应该有些赔率 潘顿 选择当家信心 有排外档 不是多好彩 都有些赔率的外档 其实他的排外档也确实了一段 他的五班是有些能力的 你看上一次在沙田的赛事 那场步速也不快的 早段也不算多马走 今排实力的那些也挺难的 他也挺忍得的 加利 其实这马排外档也确实了 一个跑法而已 但是一步速慢的时候 他也有些资桌 留位不太顺 反而报名的奥华威威 一早转定好位出来的 回到这一马一路转位 其实一路破架 今次她回到谷草 目标也是潘顿盛选择他跑 在排了外档 但潘顿跑的这些马 也试过 exam power卖外档 blockchain kleinen圈 跟尤其是一路可抒 至今ainsa tension 这个是 passwords 手持的试� 不缺нутьсяonst facility 这是个条件 以往 Phill doctors 自己还是觉得 不过你扎着他就冲得不厉害 这次希望的报处 Kitty嫂有些快马场合可能会来这马后赏 关键是11档 希望潘顿做好流放 这马赏得到组断 如果组断射得到就励坠 上一场其实他也不太幸运 直路打不开那个位置 五班都是继续拐赚形势的马 拐一只冷门 游戏人间 又是一只体弱马 这只四岁还可以拐他进步 以往跑谷草千二都试过入Q 今季初出其实这一场四班千二 是遇到一个极不利的慢步速 其实这场马是没得追的 沿途他在外跌舌 那时还有少少余势追上来 当然了 对头马的堆起进之声 威武觉醒那些是没有威胁 但是之后这一马就不再跑千二 尝试和他增程上到1650米 和田草千四 效果未如理想 我想他也是不断试 既然中距离不行 便又回回短途 毕竟你香港的短途水准是比较低的 现在跌下来34分 季内就少用 现阶段季中阶段 其实体力是最重要的一环 即使这一马赛职上 不是证明太多的 但其实他出赛次数都不是很多 还是四岁 有个内档 希望早段不需要留到很后 这些大冷门身份 沿着条篮追上来 其实可以少住的 希望游戏人间就玩完了 即是马上 即是马上 撿回个心 撿回个心 来到拍得好 因为记得他很早 和威武觉醒 就串到Q 即是能力当然好 威武觉醒又上 刚才你看片 好像那个名称 距离差很远 实际上 如果跑出水掌 有能力的时候 他不是相差太远 这些是直播的 冷门 日本还有美满将来 Kitty说 用蔡明笑 这都是赢马拍档 其实贵来 他真的有点错失良机 两场是报名 应该是赢得到一场 你说是否很跑错 记得第一次上名的时候 就拿位有点窄窄 但这场已经很A跑到 顺着上来追同盟力量 但同盟力量就班底较高 里面合金王 外面豪图巨星 其实对来对去 那些对手 这次由蔡明笑跑 因为上一次用潘顿 我都有说 潘顿是否可以 让他骑上去 比报名更好 结果真的不是 跑截也是输了 这次我看到蔡明笑 他比较熟的 如果你忍忍忍忍得好 排了一个内档 他也是黄金机会 这场也不行 就真的很难 因为害怕的马 之前波两个第二 有点害怕他会搏散 如果希望继续 支持这场赛事 希望这场真的有足够的捕捉 可以让后追马追上来 在这场我们选择什么马 头场练赢位置 选择三匹 美本将来 当家信心也有选择 还是麒麟呢 上次也摄得不错 他说五班有点能力 我这五班赛事 我都是向内档骂在手 大小猪 选择一对碰win 优达星我自己看高一点 冷门可以少住一只 游戏人间 一对马 接着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赛事 我们精选场次 同样是五班千二米第一组赛事 现在这组是 又是有三只港班马 一号、二号、三号 等会再问一下 究竟Jackie的上校怎么看 终于等到他降班了 不过排着一个外当 跟头场差不多 因为这场上校炮子弹 都是前置马 算下去的线路光明 都应该会跟前一正常的捕捉 潘顿这场欧洲导弹 不放手 排骨一档 看看可否交代事 要看近排的赛事 五班当然是抱着报名 成绩非常之好 Kitty都选择大家开心 如果你看大家开心 我之前这场真是眼绝 捉不到 因为前一场跑千四 潘顿好像骑下去 马没什么 谁知回来赢马路程 好像换了马 当时潘明辉旗 也是半冷门身份 今次用报名 赛前那些操练 大家都看到 特意投一投 投一个多月 再试货集 试集虽然放在前面 但是轻输步投的正质 压着旁边的欧洲导弹 今次用到报名的画牌 再用五档 亦可守好位 我相信这只马 在五班的评分 应该超超的 赛前都特意找报名 试货集 人马搅一搅 始终在五班 其实都挺容易看的 四班 都不是长长播 留一点体力 一落五班 找个对的骑士 试集 目标很明显 再是六班 上架 这只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 五班千二米 如果对比起头场 这一场水准是比较高一点 有很多实力码可以选择 包括这只上架 其实随便抽一段影片 都已经反映到这马的能力 这马较早前和一只进步串催 其余多次在阵上遇到不理形势 包括这一场 一是快披症唐人烧 一是放不出顶内跌 这场也是 部速快卖不成 一直都持续返回来 不是怎么断 鄰近那堆是誠心所愿 电子兄弟 根本全都会赢四班 这次如果是一个缺点 他真的抽到外档 是不好跑的 不過馬房都是決心等他落五班才動手 在四班根本一來隻馬開始下跌 即能力 二來每一次都遇到一些不好的形勢 其實我最喜歡上校落五班排內當股一千 但沒有 這場遷移我都先追定 狗未交代 陽光傳奇轉了馬房 補出來的上校 希望交出水準 按照他的能力 如果放得出來就算外小檔位 再減過來他也有威脅 而且很健康 轉了艙部署都很特別 先跑到千四 上次也有點失蹤 但其實看回最好的一場就是騎士賽 未轉艙前跑谷草千二那場 就是當時報民跑 大家都保留著馬拉的款式 這麼好 四班都保留著 落到五班都沒得贏 之前的健康問題 但你看這場 拉斯朴Sir追誘誠心所願 那隻馬上四班都可以 外面劍在九天 很近的 轉了艙之後 第一場千四 對他前面不對 上次直到失誤喊救命 重重圍困 出又沒位 入又沒位 步出又慢了那場 結果 翻成日馬 一幕空少少都有追 搞來搞去 這次也兜回谷草 找了何詐爺 這是後上騎士 如果用報民那場跑得好 縮起來和你霸奪 這次馬上五班 怎麼看都沒理由沒得贏 看是否這一場可以交代 上次勉強是周俊樂騎 這次周俊樂騎的線路光明 其實上次線路光明 也有少許走勢 其實這一馬的僵口 一向都不好 但陣上看到這隻馬 近兩場 尤其是開始有少許進步 前一次就放在前面 千四 上一局 縮下來千二 流得到 因為他有內蕩 流得到之後 這隻馬就擠得到 低班都是鬥賺的 你看看這場馬表面好像是賺了 直路擠一擠 之後停 沒有威脅 事後 大家看看1月21日這條B欄 其實省位是不好的 很多馬之後走內蕩的堆 摺二連三都保重了 他和佳磚三都蝕了 埋邊有少許不利路斷 前六名的馬 剛才那一場 有五隻直路走外面 這隻五歲馬 其實近兩場 見到有少許進步 因為之前完全沒有東西看 都是開始離開的馬 當然如果你說純計賽職 根本就沒甚麼證明 我想在這裏都是博進步 還有我想 這場即使他抽到內蕩 都是大冷門 可以試一下 這場是我們精選場次 看看我們選哪些馬 這場大家開心 這隻樂五班 暴民跑都好像目標清晰 連有位置QA造膽 拖回勁肥和整天衝近的精算尺炎 我就扭一扭 一隻熱、一隻冷 選擇對碰Vin 熱就是上較 冷門就是十號的線路光明 這場歐洲導彈排著一檔 我預計潘頓扯了不少飛走 希望這隻大家開心 有些賠率 選獨認和位置 稍後回來看看其餘場次